我未死之前 我覺得所有東西盡可能都由她自己爭取 因為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我不是要有負任 或者爸爸媽媽幫我給手期 資深財經主播林小珍有豐富的投資經驗 年輕時投資較為進取 曾經試過買牛紅剩兩天賺近6萬元 結婚組織家庭後變得保守 轉為中長線投資 她又怎麼看這次的歷史 這陣子這麼突然 我基本上完全沒有進入市 因為我對市場是看淡的 只不過我們不能掌握時間 當市場進入波動和反覆狀態時 你未必知道 究竟升那一下 反彈那一下 和跌那一下是怎樣的 所以我傾向在這一刻 我寧願買一些低殘的科技股 因為我覺得科技股 都是未來很主要的投資主題 當大家都在說新興經濟時 我覺得科技股是不可以缺少 所以如果資金不是那麼多 我覺得趁著科技股是有一個下跌的時候 是值得去吸納的 作為一個在職媽媽 小珍可以說是家庭事業兩得意 為了爭取更多時間照顧女兒 她選擇辭去電視台的工作 以自由生單門財經主播 主持等 更加創業開了製作公司 在財經界出身 她對親子理財教育也有一套心得 由國女三歲開始給她零用錢 幫她建立金錢觀 你要教一個小朋友怎樣花錢 但你不讓她管一塊錢 你很難令她形象化這件事 因為她只不過是一個概念 所以你要將這件事形象化的話 你一定要有入有出 買東西就是出 入在哪裡呢 可以來自媽媽 肯定是來自爸爸媽媽 或者是長輩 例如實質的金錢也可以 或者是掃印仔 貼紙 總之要讓她覺得入和出 她才能形象化這件事 我覺得小朋友無論多少歲 越小越來教是沒問題的 不用等到她認識了多少個字 才來教她理財 其實不是的 有些概念 有些觀感 其實你好做就可以播種 小珍講起理財教育頭頭是到 除了是多年工作經驗所得 也源於良好的家庭教育 家人從小灌輸儲錢的概念 令小珍學識兩日為出 近在2012年靠自己成功上車 香港樓價高企 近年不少父母資助子女置業 作為媽媽 小珍怎樣看上車靠父母幹的風氣 暫時來說只有一個女 其實我的分配很簡單 我死了的東西就留給她 死後的東西 我未死之前 我覺得所有事情 盡可能都由她自己爭取 因為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我不是說要有負任 或者爸爸媽媽幫我 給我手期 那種 所以我覺得作為父母 又不用逼自己 要去幫兒女完成什麼目標 或者逼自己 不幫她完成一個目標 反而我覺得最重要是過程 你怎樣幫她建立自信 人際關係 兩文三語 之後去到金錢 這些再高層次的層面 才是最重要的 好 Silence 好 我 你 好